我再找一个人 找一个能用 108根稻草消灾的人 跟我一起出发吧 一起迎着洛杉风 闻着稻草香 小草不低头的强韧生命力 看108根神奇稻草 如何消灾结恶扭转乾坤 出发总要有个方向 走 我们到屏东去 快点 老师,快点,快点,快点 有准备 大姐 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 不是 我们现在要请准备吗 快点 两点半 没有 现在还没两点半 还要加东西 很快 稍等一下 线路般 稍等一下 线路下午应该很优秀 客户为的夹准 就要快马甲变哭哭哭 而且人不分男女老少 各个一视同仁 分工合作三两下功夫 一大卡车的吃饭行头 马上装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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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我装 大姐 你要去装吗 要装这一只 没要衣服吗 我当然没有衣服 你怎么开 本来的样子就是我开的 这样吗 好 这样 来来来 谈不安 其实他是一个很奇特的人 他的嗓门也没有很大 但是他的气势很强 你一看呢 就是在这一个戏班里面的一个 很重要的人物 一个重心 你要想想方秀杰他个子 是这样娇小玲珑 然后但他那个气势 完全不出男人 很有男人 那种脾气 感觉上 这个戏班就好像是他在带领 然后他在领队的 大姐 你不要叫我大姐 叫我大姐 当时我叫你叫你笑人 没有没有没有 你不要这样 不然我是要问你 你今年几岁 你自己一个带你的团 很大团 我61年家给你了 叫大姐 对了 你是当时有这些歌 我已经跟你说了 我的事情都不要问 我这样吗 你如果问你下车 这个车是我的 好 我不要问 不要问 是有什么重心的王主 还是怎样 怎样 不要再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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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拍 好 我不要拍 等一下我坐车就好了 好 好 人家说这行车好 不能去车就车子 现在去赴到这么强势的方秀杰 不知道该算是拍完的一种 但是刘团长有告诉你 那边来外面 大小行事 找方秀杰做主 就没错了 而且他这么年轻 却有着充满历练的神韵 看来这背后 绝对有着丰富的故事 等待我去发掘 而这辆夜半赶路的大卡车 或许正在着我 进入一场千载难逢的人生大戏 小伟来 小伟 你好 你好 我跟你说 我有把阿智交代给你了 我还有善友 我还要去玩家 我还要去玩家 因为我们这五月的夜叉 人家要逛 明天早上 我跟他们逛一趟回来 这样喔 明天早上一定会逛 你现在没去 你的剧团怎么没戏唱 没有 这里有我们弟弟 原来方秀杰 也是仙女般的当家小生 不过她除了是戏中的主角之外 每次的下定立约 也要她亲自出马 因为几乎所有的演出邀约 都是冲着她的演技而来的 干来方秀杰的肩上责任 比我想象中的更沉重 快点 不要摸鱼喔 好 没有 大哥 你们每次出去都这么多东西 当然 有这样很累嗎 累 累是一定累的 没办法 戏一半的生活 真的不是大家想象的 这是我们里面的舞弹 这是我们的鼓手 就是我们的老师 需要翻的 武打的都是她 这个是我们的煮饭的 剩火方 虽然他们本身自己是表演工作者 但是呢 自己又是必须搬运道具的人 这两者真的并在一起 真的很累 不过很值得 很值得 因为这是家族性的 家族性的 对 家族性的 你们全部都是那种关系 家族关系 原来 这个传承三代的戏班成员 都是柳家的手足亲戚 而仙女班的名号 则是来自第二代的团长柳仙女 由于传统歌载 戏班的生存空间 越来越狭窄 因此 有床都爱吃 有床都爱玩 不然就无法维持 五十几口老少的庞大富贺 所以刚从左营奔驰回来的他们 还必须连夜渡海去迎接明天的演出 我觉得那种感觉真的有点像回到以前 在当兵的义工队的感觉 要搬运东西的过程 或者是载东西 或者是人要到那个地方去 他们 我们都会采取比较节俭的方法 就像这个样子 我们带着和西班的行头比起来 简直是小屋见大屋的拍摄器材 要和仙女班搭着这艘 飘散着浓厚柴油味的货船颠簸出海 一般的客船到小琉球可能只要二十分钟 但是坐这个货船需要一个多小时 而且很晃 但是没办法 为了要省钱 只能搭这个货船 我的脚 不好意思 这全部都躺满人在这里 很辛苦 你看像那种 后面还塞满了东西 好像还有人躲在那里 所以你看这种西班生活真的是很辛苦 大家一定要这样睡觉 整个鱸子贴到团团 根本没卡路逃好走 购买房的地方都是人带人一个挖一个 因为没来没来 客客做一会购买 宅小的船舱里 和甲板上比起来 算是五星级的享受了 虽然像是几沙丁鱼 不过至少没有冰凉的海风 来打扰难得的睡眠 我在当兵的时间 这两年的时间 虽然过得很苦 但毕竟是在当兵 你看这个西班里面 你看这样所有大大小小的人 包含有那么年轻的 还有那么年长的长辈 他们都是在过这样的生活 而且他们不是当兵 他们是为了讨生活 据说目的地其实就在不远的前方 只要穿越7K无边的海面 就可以抵达小琉球 寻找那108根为人消灾解饿的稻草 来 来 来 一点点 吹着海风好好吹 很舒服 还蛮冷的 有点冷 要哭嘴 很累 上去梵 货船在凌晨时分 到达小琉球 半梦半醒的仙女班又开始忙碌了起来 所有维持生计的家当 又要折腾一次 年纪较大的演员 早就疲惫不堪地待坐一旁 您差不多多久来一遍 我没有 我没有 每个人都在一起 既然来这里都是 晚上多多 后面的准来 对 我想还是多帮他们一点忙 而且等一下要在庙口搭台演出 我也可以从那里开始探寻 消灾解恶稻草的讯息 天色渐渐明亮 繁杂的准备工作 也如火如荼地展开 虽然说 死去这里不要 一旦无缘 也是胸前后 不过当我看到他们将浓厚的粉彩 涂在脸上时 我的心中 却是生起了一股莫名的心酸 《食用戴起来》 《食用戴起来》 是传统野台戏的基本步驟 就是告知天地众神 人间观众 歌载戏表演 已经拉开序幕 可是昨天半夜没和西班一起过海的芳秀姐 却还没有赶到 清酒香准但没海风躺出旁 清晰中刷处没内骨带来烧鸽 主港来关门到尾 这下就没戏唱咯 tie锁 1动摄焦 白路 墨石 有 viel 放车 前AD 这種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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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有錢 阿姨要跟著給我 跟著給我 跟著給我 牽我背頭 大姐 給我背頭 你怎麼看來啦 沒有 牽我一聲 歌熊 我現在有鋼山那裡 要跟鋼山那裡喔 你這樣看你這樣穿不穿 快點快點 滾滾滾 滾滾滾就好嗎 滾滾滾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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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看不給你 這樣會浮沫嗎 對啊 會 你這樣每次都看不穿嗎 對啊 不會累嗎 對 我倒了 倒了 我比你緊張 對啊 我想說你如果不來 等一下我去幫忙 遠從百里外奔騰而來的方秀傑 雖然已經在路途上化好了濃妝 可是卻掩蓋不住他臉上的卷絨 這樣子蠟燭兩頭燒 不曉得要有多大的能量才夠消耗 彈斷你把它看得好 我這樣做 抱歉 抱歉 沒有啦 因為你這東西我看不穿 我怕我黑白熊 用到輪七八糟 像這樣的一個生活 你看著他們就覺得 好像就是一個人生一樣 很多時候都這樣子 匆匆忙忙的在做事情 然後這樣子跑來跑去的 都沒有辦法好好的休息 然後甚至做一個沉澱 來了來了 來了來了 讚不讚讚不讚 哇 出場的氣勢就是不一樣 武將一出來就很厲害了 到下面看比較精彩喔 快快快快 上了台之後喔 他彷彿就是變了一個人一樣 他就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表演工作者 將他呢 所有最累的東西都拋在後面 一上台之後就要呈現最棒 最好的狀況 讓台下的人看 哪怕台下只有幾個人 他就是要呈現最好的那一面 給大家看 一定要提起精神來 方秀姐真的是一個非常稱職 然後呢 也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一個藝人 方秀姐告訴我台灣傳統的歌仔戲 南部和北部有著相當不同的差異 南部觀眾吃膽減 所以武打動作戲是絕對必要的 不過新女班的文系唱腔更是他們極度要求的部分 方秀姐小學尚未畢業 就跟著戲班到處巡迴演出 十幾年來已經將反串小聲的角色 詮釋得淋漓盡致 而她的妹妹們 更是各種戲碼中的重要人物 言什麼 像什麼 聲斷唱唱 樣樣俱佳 而弟弟小偉 則是負責文武廠的音樂處理 一家人緊密的結合 將戲班打理得有聲有色 很累嗎 說實在 真的很累 真的很累嗎 真的很累嗎 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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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對你們看一天而已 但沒什麼地方 這麼一家人 他們都有一樣的一個共識 一個共同的目標 那就是要將他們這個 傳統的文化歌仔戲發揚光大 走向國際舞台 讓所有的人知道 其實歌仔戲 是這麼棒的一個表演 這麼棒的一個演出 所以我想再怎麼辛苦 他們也都覺得很值得 這也是他們 再辛苦都能夠撐下去的一個動力 仙女班是由撫養方秀傑長大的阿姑 柳仙女奠定了穩固的基礎 而將這個傳統戲曲 傳場不絕的期待 更是他們阿姑的一致 因此仙女班 藉由野台戲趕場的盈餘 投注在大型文藝表演的製作上 期待這個在地戲班 能夠成為文化傳承的巨人 進行中 拍下來了 FB FB VB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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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B